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神经科学探秘》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记忆的时光机,穿梭在过去与未来之间 二,笑话大师,大脑中的幽默感工厂 三,梦境导游,探索睡眠中的奇幻之旅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记忆的时光机,穿梭在过去与未来之间 在探讨记忆的时光机,穿梭在过去与未来之间这一主题时 我们不禁要问自己,如果记忆真的能够作为时光机 那么我们是不是早就解决了所有的历史争议 甚至避免了无数的家庭争吵呢 想象一下,下次当你和伴侣争论关于谁上次忘记倒拉机时 你只需启动你的记忆时光机,回到那一刻 证明看,是你忘了,不是我 这将是多么强大的工具啊 首先,让我们来谈谈记忆的神奇之处 记忆是我们大脑的一种能力 它让我们能够存储,保留并在需要时提取过去的经历和学习的信息 但是,记忆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 是一个完美无暇的存储系统 它更像是一位善意 但有时又略带调皮的老教授 偶尔会把事情搞混 或者把一些细节创造性的重新编排 这就带我们来到了记忆的时光机概念 想象一下,如果我们能够随意进入自己的记忆 像翻阅相册一样回顾过去 那将是多么惊人的体验 但是,正如我们所知 记忆的时光机并不总是那么可靠 有时候,它会带我们到一个改编版的过去 其中的细节可能已经被我们的大脑 根据当前的情绪和信念进行了重新编辑 这就是为是魔当我们试图回忆同一件事情时 每个人的记忆都可能有所不同 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是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事件 更是因为我们的记忆时光机各自按照自己的设定进行了剪辑 但是,不要让这些记忆的不完美让你失望 实际上,这些不完美让我们的人生故事变得更加丰富和多彩 他们提醒我们,我们的过去不是一部固定不变的电影 而是一本我们可以不断重新编辑和重新解释的故事书 所以,下次当你试图使用你的记忆时光机来解决一个争论时 记得,这个时光机可能会带你到一个略有不同的版本的过去 也许,这正是我们需要的 不是为了证明谁对谁错 而是为了理解我们的记忆如何塑造了我们对世界的看法 并且让我们学会宽容和理解 最后,记忆的时光机提醒我们 无论我们的过去是如何的不完美 它都是我们共同的宝贵财富 让我们能够从中学习,成长 并且最终拥抱一个更加明亮的未来 所以,让我们珍惜我们的记忆 即使它们有时候会带我们走上一条弯曲的道路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笑话大师,大脑中的幽默感工厂 在探索人类大脑 这座神秘而复杂的幽默感工厂时 我们不禁要问 是什么让一个简单的笑话 能够在我们脑海中引发如此强烈的化学反应 让我们忍不住笑出声来 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个充满笑声的奇妙世界 探索笑话大师们 是如何运用他们的幽默感工厂 制造出让人捧腹大笑的产品 首先,我们得认识到 大脑中的幽默感工厂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生产线 而是一个复杂的网络 涉及语言理解,情绪调节,社会认知等多个模块 当一个笑话进入我们的耳朵 它首先被送往大脑的语言加工中心 在这里,笑话被拆解成一系列的词汇和句子结构 接着,这些信息被转发到意外惊喜处理器 也就是我们的前额叶皮层 在这里,大脑会评估笑话中的转折是否出乎意料 但又不至于太离谱 如果一个笑话能够在这里打分高分 那么它就有了成为报效之作的潜力 但这还不够 一个真正的笑话大师知道 要让笑话活起来 还需要加入情绪调味料 这时,大脑的信任和和负责前额叶皮层 这两个情绪厨师就会出手 他们负责调节我们对笑话的情绪反应 让我们感到快乐和放松 最后,当一个笑话成功地通过了这一系列的加工流程 我们的大脑就会启动笑声发射器 也就是运动皮层中控制面部表情的区域 让我们展露笑容,甚至放声大笑 当然,这整个过程听起来可能有点机械化 但实际上,每个人的幽默感工厂都是独一无二的 这就是卫视魔有些人会对某个笑话捧腹大笑 而另一些人却可能面无表情 这也解释了卫视魔笑话大师们 总是在不断地试验和创新 因为他们知道,要想触及每一个人的笑点 就需要不断地调整他们的幽默配方 所以,下次当你听到一个笑话 不妨想一想,这背后的幽默感工厂是如何运作的 而对于那些天生就拥有让人捧腹大笑能力的笑话大师来说 他们的大脑无疑是一座高效且充满创意的工厂 不断地为这个世界制造欢笑和快乐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梦境导游 探索睡眠中的奇幻之旅 在探索人类心智的无音宇宙中 梦境无疑是最令人着迷的欣喜之一 作为一位自诩为之谷见经的教授 我有幸担任您的梦境导游 带您穿梭于睡眠中的奇幻之旅 请紧记安全带,我们即将启程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 古埃及人相信梦是神与人沟通的方式 而古希腊人则认为梦境是另一个现实的映射 他们甚至建立了梦之神庙,以求解梦指引 跳到现代,弗洛伊德将梦视为愿望的达成 荣格则看作是个人潜意识的显现 而我,一位自称的梦境导游 认为梦境是我们内心的迪士尼乐园 每个角落都充满了惊喜和启示 接下来,让我们深入探讨一下梦境的奇幻之旅 想象一下,你梦见自己在飞翔 这不仅仅是逃避现实的象征 也可能是你内心渴望自由和解放的反应 或者,你梦到自己在考试中失败 这可能是对即将到来的挑战的焦虑的体现 看,梦境就像是心灵的剧院 每个梦都是一场精彩的表演 揭示了我们最深层的恐惧,愿望和情感 但是,不要以为所有梦都是深奥的象征 有时候,梦境就是梦境 比如梦见自己在吃巨大的棉花糖 可能只是因为你晚饭吃太多了 是的,梦境也有它的幽默感 作为您的梦境导游 我还必须提醒您 尽管梦境充满了奇幻和启示 但请不要过度解读 就像任何好的旅行一样 最重要的是享受旅程本身 而不是过分担忧目的地 所以,当你下次踏上睡眠中的奇幻之旅时 放松心情,享受这场心灵的冒险 最后,如果你在梦中遇到了我 别忘了打个招呼 毕竟,作为你的梦境导游 我总是乐于提供一些专业 而又带点幽默的旅行建议 祝你有一个愉快的梦境之旅 在这次的节目中 我们一起探讨了记忆、幽默和梦境 这三个神秘而又有趣的主题 我们发现,记忆虽然不完美 但它是我们宝贵的财富 让我们能够学习和成长 幽默是大脑中的一座工厂 它通过复杂的加工流程 来制造笑声和快乐 而梦境则是我们内心的奇幻乐园 每个梦境都是我们内心深处的 显现和启示 通过这些讨论 我们不仅可以更好地理解自己和他人 还能更加欣赏 人类心智的神秘和多样性 我希望这次的节目 能给你带来一些启发和笑声 并激发你对这些主题的思考 现在,我邀请你们 与我一起参与讨论和提问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 对于记忆、幽默和梦境 你们有什么样的经历和观点 让我们一起来分享和探索 这个无限有趣的世界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谢谢大家